我們現在要去騎關子嶺 枕頭山 好熱喔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Seven這個仙草谷門市這邊 我們因為是開車來 所以我們就把車停在這裡 那有些人他們也是直接騎車過來的 對啊 那我們等一下上去了之後 會去看一下有哪些景點 然後還有咖啡店 好 那我們出發吧 你一走就很用力在騎耶 很漂亮 那我們這一次走這個關子嶺 就是走172上去 然後繞一圈走172下來 剛好一圈 現在7點47分 那我們現在出發 好早喔 這台南竟然這麼早起床 我說旁邊有在曬蠟肉 真的耶 像在曬飛魚一樣 我今天騎新車也 還在適應一下 在適應 剛剛騎超快的 我剛剛就是在適應 然後不知不覺就騎得很快 我都追不上了 試試看這個變速怎麼樣 我們7點多出發 現在還蠻涼的 7點多太陽就這麼大了 但是不會很曬啊 你覺得嗎 現在是還好 騎了多久 就開始爬坡了 我們是一開始就在爬坡 以前小時候這麼早起 也是會去關子嶺爬山 就跟家人一起去關子嶺爬山 也是這麼只要騎 可能更早 等一下肅定騎一騎會遇到爬山的人 可是爬山的人應該不會走這個路線 應該會遇到騎腳踏車的人 剛剛是有遇到一兩個騎腳踏車的人 對 很涼對不對 很涼耶 這條路很涼耶 而且我剛剛看到那個岔路 是我們以前開車會開的那個小岔路 那開去哪裡 就可以開到那個 我們以前在這裡的家 帶我上去看看 等一下 從這個平這個比較平的路也是有 你看 步步耶 我以前小時候我爸媽開車 在我們 有時候到這裡 大概就會下來 就要來吐個幾次了吧 雲車 對 因為這山路這樣外來外去 就很容易吐 好像快到棍子嶺商圈而已 前面要右轉是不是 要走 這就是紅葉隧道啊 對啊 這裡有一個紅葉公園是不是 對 這邊有一個草葉公園 這個就是要左接近到一個上面的公園 然後那邊也是一個爬山的地方 走 熟悉的地方嗎 到了紅葉商圈 是啊 紅葉商圈 喔 對了 到了熟悉的地方 吐完了才熟悉是不是 對 以前我小時候來的時候 這裡有一條橋 好啊 然後下面可以下去煮蛋啊 溫泉蛋 現在有那個耶 關子嶺溫泉美食節耶 美食節18號耶 那不就是 明天 就是明天 明天再來一次 就是明天啦 難怪媽說會有很多人 這裡不是沒有一個橋嗎 景觀 那裡有橋啊 是嗎 你看橋在這啊 你要拍照 現在這個橋豐富了 之前我們小時候在這裡 就可以走到那個下面 橋的下面 它就會有那個泥巴 泥香的那個溫泉 就可以在那邊煮蛋 泥香溫泉喔 對 好有趣耶 在9月18號到10月17號的時候 在關子嶺這邊有活動 如果說剛好在這附近的話 可以過來玩一下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們今天走這條路線 剛剛好 這裡走上去就是紅葉公園 妳有上去過嗎 有啊 我們小時候都會走這裡 喔 像漸行 好像沒有很長吧 喔 可是小時候就會覺得很長 因為就是一直走這個階梯 關子嶺老街 關子嶺老街 在這個關子嶺風景區啊 這邊就有很多的溫泉飯店 然後溫泉老街這樣子 很多不同種泡湯的飯店 想要住高級的也有 想要體驗很久以前的泡溫泉的旅館也有 怎麼樣滿滿的回憶對不對 好漢坡就是走那個階梯 也是爬山 對也是走階梯 還好沒有腳踏車的好漢坡 因為我覺得這邊蠻像我們去日本的那些溫泉村 對啊 山上的溫泉村 對 然後也沒什麼的 也沒有很多的 對然後開上來路上 然後左右都是很多溫泉飯店 對 然後有一些那個小溪啊 然後就有溫泉在小溪裡面 日本的鄉下這樣 所以還有這個木材各式館 經過就有那個木頭味道對不對 他後面這個宏茂溫泉會館 就是我爸媽他們現在也都還會來這邊泡溫泉 你爸媽有買溫泉券就是這個 你媽昨天叫我們來這裡泡溫泉 這麼熱的天氣 你看那個溫泉的活動就在那邊 就在後面那個公園那邊 每次騎腳踏車旅行啊 都覺得真的是走路太慢 騎機車又太快 騎腳踏車的速度真的剛剛好 好像是在這裡耶 因為我記得前面有一個房子 然後都沒有蓋好 然後一個巷子進去 房子都沒有蓋好 是這個 從以前到現在在 對 然後從這個巷子 小巷子進去 然後就有一個門庭 紮欄這樣 那我們進去逛一下 趕快可以看得到你以前的家耶 不能進去 因為有守衛啦 哇這裡有一個高級的 好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岔路這邊 那再繼續往那邊走呢 就是175 我們剛才走175過來 然後再繼續往175走 就是咖啡公路了 還有烏森頭水庫也是在那邊 你要去1741 再也是往那邊繼續走 那我們現在要回程的話 就是走1721 水火同源也在那邊 然後那邊有一間 咖啡廳吧 好那我們就去那邊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裡還蠻涼的 不會太曬這條路 在500公尺 就要到我們今天要休息的咖啡廳 在這前面迎來一個好陡的陡坡 這山蠻很陡耶 500開始就很陡 看來就是在上面了 那裡而已 三月點 好 我要搶下三月點喔 對嗎 發貝超快了 發貝超快了 枕頭山 是不是 妳要來躺了嗎 枕頭山觀景亭才到了 今天早上才從枕頭上 好不容易爬起來 喝到了 對不對 對 現在九點零二 我們到這個關子林枕頭山這邊 最高點的雲萊山莊的咖啡館 我們來這裡喝個東西 等一下再下山 對 那等一下繼續往那邊走 就可以下山囉 走吧 好 好 這裡有腳踏車停的地方 這邊的位置都有 枕頭山的體關 你看那邊 難怪女生騎腳踏車都要戴帽子 頭髮都卡了 今天早上還吹得跟什麼一樣 它這邊吃的有一些輕食 然後喝的有一些果茶 咖啡啊 然後還有一些簡單的點心 像是雞翅啊 鬆餅之類的 我剛剛去點車的時候發現 它這間咖啡店啊 是單車友善咖啡店 騎單車上來的人 飲料還有打扮的 就飲料 餐點呢 謝謝 謝謝 然後我點了一個摩塔 咖啡跟一個蜂蜜鬆餅 請問你們這邊可以裝水嗎 這邊 哦 現在是熱水嗎 那我就採溫的 我幫你弄好了 來 來 謝謝 來 謝謝 喂 我們來到這個碧雲寺這邊 然後這邊之前有一個粗米洞 可是現在不見了 粗米洞是什麼 米會掉出來是不是 對 它就是有一個故事啊 就是說有一個墻壁 然後有一個洞 它會粗米 然後小河上就會在那邊接米 然後 好像有 他們就覺得米粗太少了 然後就把那個洞挖挖挖挖 那很大一個洞 然後後來就沒有粗米了 哦 你看那個就是我們剛剛走的路線 一個圈 找到了嗎 這裡啦 這裡是那個粗米洞 這裡 好了我們現在下山了 到了我們停車的地方 然後現在是11點 我們總共騎了一個小時又26分鐘 然後我覺得這條路線蠻好的 因為它都有樹蔭蠻涼快的 不會太熱 然後沿途也有很多咖啡店啊 今天也可以下來逛逛 我覺得很不錯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